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被雷帽造型曝光,又美又撒,出众的气质一览无余。 杨子这两年在娱乐圈里的发展趋势,都能说特别不错了, 尤其有经典作品扶持,他在娱乐圈里的演技也是非常高, 大多数于演艺界中的名流合作过一次,还获得了一大批荣誉奖, 演出自然不用多说,作为一名童星,他作为一名童星成名, 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作品,这两年的演出也越来越有水准, 所以算得上是现阶段90后小花中非常有演技的一位了。 不过多年前成名后,他的造型就被不少网友调侃, 并非因为造型看起来他的肩宽背后, 而是因为造型完全没有凸显出来,所以他身形完全没有显露出来, 因为造型上的难题,粉丝们也是闹了很多次, 甚至团体在杨子的工作室进行留言版留言, 但这一段时间,杨子的造型还是闹出了很多次, 新曝光的大片区域中,杨子的鸭舌帽造型也得到了五星好评, 英姿飒爽,看起来非常漂亮,杨子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少网友反映强烈期望工作室的水准能一直维持在这里。 与现在的90后相比,杨子的长相确实不算太过出众, 但是作为95后的小花,再加上这两年来的十分多的经典作品, 确实不算太出色。 除此之外,杨子的好人缘在娱乐圈里面大家也是人尽皆知的, 前一段时间迎来了自己的29岁生日, 仅仅是掐点给他过生日的明星就有好几位了, 其中张艺山和李宪更是和他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这两年加入了非常多的综艺节目,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好性格。 之前杨子因为自己的身材问题, 在服装这一方面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不过在这之后的杨子似乎也在努力地维持一个好的身材状态, 并且好好地做自己的身材管理。 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的杨子确实是光彩照人, 但由于衣着的难题, 也被不少网友调侃, 这一段时间的杨子媒体素身提升, 加之衣着的扶持, 使他看起来非常有气质, 从前的腰腰圆层次感完全消失了, 如今的出众威严可以说成一大堆, 完全是娱乐圈职场女性的一个例子。 截至目前为止, 杨子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多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其中与娱乐圈潜持明星肖战合作的电视剧, 一段时间以来刚刚拍完的《湘密沉沉》就是很多网友关注的电视剧, 之前因为一些谜题被深陷, 近期又一次被曝光, 不知何时才能与大家见面。 网传杨子张艺兴恋爱了? 本尊回应会接受圈内人, 目前是单身女强人。 这段时间杨子和张艺兴的绯闻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 尤其是杨子和张艺兴还一起登上了向往的生活, 巧合的是双方还穿了同款情侣睡衣, 让不少吃瓜群众更加猜测两个是不是真在一起了, 然而杨子却称自己和张艺兴不熟, 但网友们好像并不太相信, 还非常磕两人的CP。 近日,杨子现身蒙探发布会, 当天她以一身古装白衣亮相, 再次还原了湘密李锦密一角, 虽然几年过去了, 杨子的样貌丝毫没有变化, 反而还漂亮了很多。 在现场杨子再次回应了与张艺兴的恋情, 杨子表示目前并没有恋爱的想法, 自己是单身女强人。 此前,杨子和秦俊杰曾经传出过绯闻, 但当时的杨子还没有现在这么红, 两人的恋情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后来双方分手也十分低调。 两人因拍摄《青云志》传出感情, 但这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已分手告终。 恢复单身的杨子, 专心拼事业, 出演的作品火了一步又一步, 更是被网友称之为男神收割机, 而且与杨子搭档的男明星都火了, 邓伦、李线都已经成为了顶流。 不谈恋爱的杨子反而更火了, 所以现在的杨子肯定不会恋爱, 他的事业心很强, 肯定会以作品为主。 早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就有瓜主爆料杨子和张艺兴在一起了, 该博主爆料了4个瓜, 其中3个都已经成真, 就差杨子和张艺兴了, 网友更是对两人有没有在一起开始申巴。 有网友发现杨子和张艺兴在15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但两人在向往的生活却表示不熟, 当时张艺兴还和杨子在颁奖晚会上聊得十分开心, 把一旁的罗志祥都当成了空气。 此外,杨子还去看过张艺兴的演唱会, 更加让人猜测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如今双方还在节目中撞山了, 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太巧了, 张艺兴在和黄磊聊天的时候表示, 自己还不懂爱是什么, 黄磊则表示,杨子和你都是单身, 两人可以考虑一下, 反正网上都赚你们俩的感情, 假戏真做也不错。 秦俊杰和张雪盈正式官宣, 纪念在一起一周年, 杨子隔空束手无措祝福。 娱乐圈每天都有新鲜事。 我负责每天给大家带来有趣的文章, 在每一个闲暇无聊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点乐趣。 欢迎打开这篇文章。 近日,媒体忽然曝光杨子与神秘男子约会吃饭的照片。 此人戴口罩, 穿黑色外套, 比杨子高出近半个头。 没过多久, 关于新关系的猜想呈现了。 之后新烂文鱼联络了杨子方工作人员。 应对视, 拍摄完毕后和员工一同吃饭不是新的恋爱。 当然, 这也是杨子和秦豪杰分手后第一次新恋爱的音讯。 杨子秦豪杰遗憾分手后, 杨子不断努力于本人的工作。 近日, 不少新剧行将上映。 作为杨子的路人粉, 他也对这两部新剧的到来表示了很大的等待。 我不晓得能否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等待着同样的事情。 5月11日, 人们发现杨子的前男友秦豪杰低调现身, 身着情侣服装, 手牵着手。 后来, 依据文鱼博客作者的说法, 这张照片中与秦街均手拉手的神秘女士被疑心视张雪莹。 不止如此, 博客作者还分享说, 他还特意向双方求证, 但没有得到回应。 这一举措难免让人觉得两个人真的在私自热恋中。 开端拍摄的时分, 泡沫之下一同吃胡辣汤, 也是高能量少年团。 张雪迎接杨子童年的照片, 直接说杨子的鼻子又大又黑, 很多观众都很生气。 事后, 很多过路人也表示, 即便为了节目的效果, 用这种办法评价人的脸也没有素质。 但是, 更让人感到愤恨的是, 在杨子和秦豪杰宣布战争分手后, 杨子来十多残局。 如今不止一个文鱼博客收到了音讯, 秦豪杰和张雪迎被疑心视一周年。 无论是真是假, 一切都在等候官宣。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喜欢我就点个关注吧, 下期再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欢迎讨论区排水, 请不吝点赞,